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 来我的玻璃星球坐坐 你很特别 也很漂亮 各位听众你好 欢迎继续来收听高雄广播电台FM94.3 我是主持人马氏 在这边呢 我们收听到的是玻璃星球的节目 在深夜时段呢 陪伴你用每一个故事来跟你聊一聊 陪伴在你的身旁 今天呢 请把耳朵借给我 我这边邀请到的是 这个高雄市现代化学会的红明爵理事长 这边呢 我想呢 我们在深夜时段 我们就不要叫你理事长了 那因为 理事长他这边有在台南的大学来担任教授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请称呼您这个红教授好了 马森你好 听众好 好 那这边我想我们从这个单元这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来带一点跟美学相关的啦 那当然了就是之前的这个艺术厅你说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他们有来听到关于一些所谓的现代当代 这个画作的一个赏见啊 或者是去欣赏的一个方式哦 不过呢 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迷思哦 这边我请问一下红教授 不知道对不对耶 我曾经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上通试课 那位老师呢 他说 你要看一幅画作的时候 你要从右边的45度角切入去看 这个才是最完美的一个切入点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对的 因为我也查不到相关资料 这边我直接请问红教授 或许说他可能不一定是绝对 或者说他可能其实现在已经诞生了别的方式了 可能我不知道 这边我们要请红教授帮我们来解答 好的 马士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在想说其实要看一幅画 是不是从右上角45度往左下看 那我想当时老师跟你讲的这个东西 一定有他的某一个道理 那我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回答你这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们在艺术里面有一门课叫做艺术心理学 那他也衍生了叫做视觉心理学 那视觉心理学讲的东西 他大概在讲一个就是说 我在一个画面里面 我如何去寻找一个所谓的中心点 或所谓的叫做视觉中心 那观赏画的人 他在看一张画 他会从视觉中心去切入一个重点 那刚刚讲从45度角切入之后 它是一种现象 就是一个所谓的大螺旋原理 也就是我们知道有一种贝壳 鹦鹉螺把它切开来 它就是一个黄金分割比例的一个大螺旋 那这个大螺旋原理呢 它有的都是从右上角 然后往左下角旋转 转进去到一个视觉中心 我们想说是一个安定的构图 是一个我们在视觉上 是一个比较常看到的构图的一个模式 那它到底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讲说它是观看画作的方法之一 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视觉心理学 比如说在看一个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所谓的 均等均衡而不对称 所以均衡而不对称就是它两边的重量相等 但是不会放一样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放一个天平 我右边放两颗苹果 左边放一颗凤梨 凤梨显然比苹果重 我放了五颗苹果跟一颗凤梨 感觉平衡了 但是它两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形体也不同 所以我们在画画里面 大部分会强调一个叫变化 画面里面的丰富变化 而不是呆板的一对一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构成了所谓的 视觉心理学的一些要素 那所有学画画的人 在所谓的一些传统绘画的历程里面 都会去学习到这个所谓的 视觉心理学的部分 那视觉心理学帮助我们建立一个 所谓的一个 观看艺术作品的一个 中心点的一个营造 比如说我要画一张画以前 我会先做一件事情 我要做一个第一视觉焦点 我一直要放在哪里 第二焦点第三焦点 然后我要如何延伸我的视觉 让很多人去理解 我这个作品里面 我要强调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记得毕卡索一幅画 叫《雅维隆的姑娘》 她是画五个裸女 那很多学生会跟我讲 这五个裸女 好简单 毕卡索画那么丑的东西 她怎么会成为大师 于是我就把那张画影音 叫学生临摹 学生才开始发现 我脚怎么画不进去 我这只手为什么画不进去 我画脚为什么怪怪的 毕卡索东西为什么不会怪怪的 因为毕卡索一开始就设定了 所谓的视觉中心 她就设定了第一视觉 第二视觉第三视觉 然后顺着这个视觉去做延伸 也是刚你讲的 从45度角下来 往下面旋转 然后到达视觉中心里面来 所以你可以看毕卡索的这张画里面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答案 因为在我们讲说 应该说在这一个现代艺术以前的作品 大多都有这样的规则 但是在一个抽象绘画 把这个规则破坏了 抽象绘画因为它生成了很多不同的一种 对于画画画面构成的一种概念的一种瓦解 也就是我们开始唤起了潜意识这个概念之后 开始画面并不是有意识在掌控的 所以当它不是有意识掌控 当然它就会脱离这个规则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规则 所以我们讲说观看画作的模式 用刚刚那个方法是一个方法 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涵盖 所有艺术观察的一个要项 大家好我是女生 有人叫我 正妹 也叫我 辣妹 不过我最喜欢别人叫我 师傅 没错我是汽车喷漆师 别看我是女生 我很努力不断地练习 累积技术经验 用喷枪才会我的人生梦想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耶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 庄仁祥 防疫迎新年 廉价期间出游 也要做好防疫措施 参加跨年活动 请携带手机 以立通知防疫相关讯息 活动期间及廉价出游时 记得配戴口罩 主办单位 应提供手部消毒用品 提高公共空间的消毒频率 室内活动 请落实实联制 规划固定入口 进行体温量测 及手部消毒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极关署提供 我们其实这个玻璃星球啊 我们这个标榜它就是一个 会听很多故事哦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的专访当中呢 我们要邀请这个洪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生命故事了 但是刚刚我已经询问了 关于学术的部分了 再来我想要问 关于您个人的部分了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啊 除了那个设定视觉中心呢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这一些 我姑且了 先把它称为是所谓的第二层 已经开始要做了 那在我的认知里面 第一层就是它需要来想象啊 或者是说所谓的天调啊 或观察啊等等的 那像这一方面的话 老师你平常都是怎么样 把您的观察 或是您的这种生活体验 再放到您自己的创作当中呢 我在想说我们在观察一个东西 然后转换成大脑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画石膏像 如果有学过画画的人 都大概画过石膏像 那很多人就看着石膏像 一直在画 但是他们是从眼睛看到 就直接传达到手 他没有进过脑 所以就是看着他看到的东西 就直接画出来 那其实像我们在画画的观念 都不是这样 而是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传达到大脑 去重组 重组它的光影关系 然后透过我大脑的理解 把它画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性 一个是透过大脑理解 传达出来的 一个是直接眼睛看到 传达到手 所以它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我们一般 传统绘画的一种方法 那其实我自己 在创作上来讲的话 我大概在1999年 开始画抽象画 那开始接触到另外一个 画面的一种可能之后 我在观察事情的观念 就变得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以前 要画一个海 那海 当然我就会去思考 海洋有哪一些色彩 我要去寻找那些色彩 从那些色彩 把它转换到我的画面来 所以我有一个 非常敏锐的能力 就是我看到所有颜色 可以在我大脑调色 那要大脑调色 要具备一个能力 就是你所有的颜色 调色盘 所有你 包括你能够买得到颜色的 那个色彩 必须在你脑海中里面 形成记忆 所以我常常会有一种能力 就是我看到那个云 我就会想说 用哪一条颜色 调哪一条颜色 再加一点白 水再多一点 还少一点 我可以很精准的调到那个颜色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就有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可以找得到 那找得到那些东西 于是我要组成一张画 就变得很容易 但是 当你转换成抽象画之后 它变得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它是一个语会 它的语会里面 可能比如说 海洋我可以画成黑色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种 自己心里面的冥想 一种概念 一种对海洋的一种恐惧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 我们肉眼看到的海 而是一种生命里面的海 那我记得像这个夏曼南波安 他就提过一个概念 我觉得 他说在 男女 他们的小孩 男生 不能吃饼目鱼 那 他们只吃 这一个鬼头刀 因为鬼头刀在追着飞鱼嘛 有猛的那种猛镜 是男人的鱼 那 这一个饼目鱼呢 是 因为他的眼睛长在头上 所以他只能从下面看不到 你从下面抓饼目鱼 很好抓 抓就抓到了 所以他觉得那么笨的鱼 根本 男人不应该吃那种鱼 那也就是他对于这种大海 有一种 另外一种 感觉 就是 大海是男人的大海 是一种 适合搏斗的地方 是一个 我觉得那是一种 精神的寄托的一个所在 所以像我们有一本 叫白金记 白金记 讲的里面 也都是跟大海 跟白金 人跟海洋的一种 搏斗关系 我觉得 其实在搓箱化里面 的世界 它对于这种 海洋的想像 已经 不再只是一种 肉眼看到的海洋 而是一种精神的海洋 那对我来讲 这个海 它有另外一个意义 其实我在小琉球出生 那 也就是出生的 环境都是海洋 那我们回归到高雄 我们看高雄的 小孩出生 跟海 其实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们左银港 很多地方 并不会让小孩子 直接接触到水 甚至我们到现在到西子湾去 我们要碰到水也是困难 所以 我对小琉球出生 对这种海洋的关系 是很直接的 那几年前我开始去做一个田野调查 也是去调查我们自己的族谱 我姓洪 所以这个洪的族谱到底从哪里来 我就开始产生了好奇 因为有朋友跟我讲 我是希拉雅人 我就有一个念头想要去寻找这个答案 那就找到最简单的 就从小琉球那边的历史开始找 就小琉球是在17世纪 是一个无人岛 他17世纪的时候是被荷兰人 全部把岛上居民全部杀光 一个都不剩 杀得非常干净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一定是存种的汉人 不然的话 那怎么可能 岛都全部被杀光了嘛 那从大陆移民过来的 就直接去岛上嘛 所以我一定是汉人 可是后来错了 所以我在想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们开始看我们的手 这里会有一条线 我们手肘会有一条线 大家说有一条线的是汉人 或是有一条线的是平补足 没有一条线的不是汉人 或不是平补足 大家就有很多争议 我们在看小脚的小指头 有多一块的是汉人 没有多一块的是平补足 所以因为我没有多一块 从小大家都说我是三胞 那于是我就开始去搜寻 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会有专家 他们开始去做研究 开始有专家去做 这个手的一条线 手肘一条线 或是脚趾头 有没有多一块指甲 这件事情 那研究的结果 他们很好玩 他们就到这一个原住民部落 我也到平补足部落 去把他们的脚真的打开来看 研究他们的脚 结果他们是先从高山的开始 他说他们的脚蛮臭的 因为他们可能穿鞋子不要不透气 但是他就捏着鼻子一个一个检查 就发现高山原住民的脚趾头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多一块 也不一定每个没有一块 他每个都不一样 那再来他们就到 平补足这边 平地的这边 平地三胞 他们去找 就发现了结果还是都一样 甚至一个家庭里面 有的兄弟有的没有 以前还没有做这个研究以前 夫妻常会吵架 想说你去哪里给我生了一个 跟我种族不一样的 那后来他们调查的结果就是 其实我们台湾人的基因里面 我们的这一个血液的混种 是混的非常多元 也就是说可能同一个人的品种里面 他就有 手有一条的基因 跟没有一条的基因 血液都存在 所以我们遗传下来的下一代 也可能有有可能没有 所以就这样的来来去去之后 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程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最有趣的是海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岛人全部被杀光了 所以这个岛是没有生机了 已经死掉了 可是又透过海洋再来了一群人 重新在这里活下来 他又有生机了 所以在这一批人里面 我们看海已经不再只是看海的颜色 而是海它可以承载这个岛屿的生机 它也是一个毁灭者 因为它透过海洋来屠杀小六球的居民 但是它也透过海洋再来的一个希望 所以它海在对我来讲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多元很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它已经不是单一我们看到海的那颜色 而是看到海所承载的历史 所承载的这种价值观 你就会觉得说 我如何去唤起 这样的一个历史观 这样的价值观 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以前在看话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已经不再说 我看海 我看到哪一个颜色 我看到海的层次 海的波浪 让它打起来多么汹涌 我觉得不是 它是一种内心存在对海洋的一种畏惧也好 一种期待也好 它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请洗手 戴口罩 打喷嚏 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 或用衣袖代替 跟别人说话 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 有类流感症状 应尽速就医 在家休息 不上班不上课哦 防止做得好 流感不打扰 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肩不上身 健康医生 提醒大家 别让香烟成为健康杀手哦 让我们不吸烟 聚吸二手烟 少了烟味 更有品味 大家好 我是叶诺凡 与高雄广播电台 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请继续收听 FM94.3 AM1089 老师刚刚讲到基因啊 我就真的是不得不问就是到底这个美人间基因该怎么来呢? 因为我的美人间就是初期的尖 我目前还没看过比我尖的 如果听众朋友很好奇的话哦 上我们高雄广播电台啊 哎这边的这个我们的主持人介绍那边就有一张马仕的照片 你就可以来看到到底是多尖尖的跟美猴王一样啊 没有我的也曾经很坚持现在掉光了 没有办法证明了 哈哈哈哈 那我姑且把它当成说 哎呦这个很坚的美人间的都是极帅极美 又是很聪明的人了 我先姑且这样当吧 好那刚刚呢 哎我很抱歉吧 这个原本营造出来的一个对于海的节奏整个破坏掉了哦 我们现在重新建立回来了 刚刚有来讲到说 关于这个要来欣赏啊 或者是说呃去看海对不对 对于海洋来说是很重要的嘛 那其实以我来说哦 我自己去看海的话 我喜欢听海的声音 再来着我喜欢闻海的味道 我会觉得那个味道有那么一点的不同 而且有趣的是港口海洋 那或者是沙湾这些地方味道都不一样 这是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 那像以前我工作的地方 它就是在港旁边 我永远记得我下来之后 我在那个公车那边 我马上就闻到浓浓的这个 哎起重机的那种油烟味啊 或者然后鱼的味道啊 因为那边有鱼市场 还有就是海洋的那种咸味 但是当我去到像白沙湾这些地方 或者是说我去小琉球 我工作时候去小琉球的时候 我闻到的是一种 呃 它有一个很淡很淡的咸味 但是它给我感觉更像是 好像那种海洋里面有精灵 在谈树琴的感觉 这是我自己在欣赏海洋的一种概念哦 所以我会觉得欣赏海洋有趣在这边啦 像这个洪教授的话 呃您欣赏海洋的话 您就是往这种感受上来去寻找嘛 嗯哼 其实我的海洋经验可能没有像你那么浪漫哦 就是去感受到那个温度啦 感受到那个咸度啦 因为我们在岛屿长大的小孩 其实我也常常听到海难 这件事情 那我记得我 我后来我们家搬到东港 也是在海边 那每一年的夏天 因为以前的这种 气象资讯没有那么发达 大家知道夏天会有台风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那所以常常会有船难 那船难会有很多 在海上会看到浮尸 听说浮尸它跟着船 你只要开过去那边 它会吸过来你的船边 那一刚开始很多渔民会把它 拿那个竹竿有没有 把它推远一点 因为你捞起来很麻烦 你要给它盖冰 而且船上盖一个死人 你得马上回来 你没有办法再捕鱼嘛 所以他们就把它推开 所以听说推开 过不了多久 又会飘过来 你那里船上 所以大部分这些渔夫们 他看到那种情况 大部分都会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然后就盖着冰块 然后船就直接回来了 其实他这种不大吉祥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也是做一件好事 把人带回来 那带回来之后 在这一个 就会冰在像那种 东港鱼市场附近 就比方要盖一块白布 旁边会插两根箱 有没有 那 我们小时候有曾经看过就是 看他亲人来会哭 哭了就会看他气孔流血 从鼻孔 从眼睛 耳朵会流血出来 那一种血水 都死掉了 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还是就很灵验 所以我对海洋的感觉 倒没有那么浪漫的去感受 我觉得我们对海洋的感觉 就好像就是那种 我亲身经历过很多的历史 我觉得我反而会比较 把它想像成是一个历史事件 或是对一个海洋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一种敬畏 非常敬畏它 因为它高深莫测 它可以把一个岛屿淹没 它可以创造一个岛屿 所以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流动性 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存在 那个存在总是让我觉得 我会有点畏惧 像以前小时候就不怕死 就到海边去游泳 跳了就下去了 现在都要想很久 这里有没有漩涡 有没有暗流 那会不会长潮 或退潮 想了就变了很多 那我记得在小时候 还有一些印象就是在 岸边 岸边才会踩到柏油 其实没有生活在岛屿的人 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因为怎么会踩到柏油 那其实在 现在都还会看到 一些比如说轮船 它当有比如说 乌油 肉油 事件 然后飘到岸边 岸边它干了就变柏油 当它退潮之后 在潮间带的地方 就有很多一块一块黑色的柏油 我们小时候常去踩 潮间带跑来跑去 就踩到 所以就有很多脚印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就过成我画面很重要的一些想像 画面里面会有一些脚印啊 会有一些浮游啊 或是有一些这种不同的景象 透过这个海洋的一个接近 或是我们小时候喜欢潜水 潜到水底下里面去看一些龙虾 看一些鱼 游来游去 那那些图腾 那些图案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连结 所以我们对海洋的连结 可能跟你们连结会比较不一样 连结是你们看到的 摸到的 可是我们是生活在那个地方 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种关系它跟你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是息息相关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做过一件傻尸 我记得我小时候做过一件傻尸 我们小时候在游泳 我们会去打赌 谁能够从这个地底下穿过去 穿到另外一石头 另外一边 潜水潜在从那边出来 那你知道那很危险 你就游到一半没气了 起来就撞到石头 那都是珊瑚礁啊 那你要憋气 那我们也不知道多长可以穿过去 但是小时候就很调皮 就觉得要堵一口气 就去帮它穿过去 那长冷其实很危险 但是小孩子就不怕死 所以对海洋的那种畏惧感 小时候还不大怕 年纪越大 你对海的无情 你会觉得那种 它承载了小琉球人的 生计 要靠捕鱼 它也承载了这种生命的一种压力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变得是可能 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跟 可能在观光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像说真的 因为我的家乡啊 我们那边是就是务农的比较多 所以我可能我家门一打开 那就都是农田啦 但是因为最近前面那一块 因为它本身是建地 所以最近这几天 我就是伴随着那种树不被砍伐的声音 醒来啊等等的 对这个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 但是真的对我来说 你要我想像生活在海边的生活 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很浪漫 加上又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感觉到的事情 那是一个度假的心态啦 对完全就是度假心态这样子 所以难免我对于海洋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度浪漫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说因为跟海洋 或者是说跟这个渔蜜们相关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才会造成说 我们过去真的人民都好淳朴喔 像不知道大家的 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 有去到东港的东龙宫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那种 呃那个应该不叫扁 应该叫排扁 排扁嘛 对对对 它上面有一个风调雨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那个风喔 最后里面的那个毁 它少了一个点欸 啊真的吗 对真的它少了一个点 后来呢 就是去跑去问了那个总干事 就有电视节目跑去问总干事 他们就说喔 因为古代呢 他们希望少一点风 让渔蜜们可以满载而归 喔真的喔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那种很好玩的 大家如果下次有去东龙宫或是 是 因为他们近期那个三年一科的那个 教计在刚 阴王船 对阴王船刚结束没多久嘛 那可能之后还有的话 或许说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 那记得投台上去喔 但是他的那个牌匾是非常的 金色色的啊 对对对 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 大家好 我是创政男 天气哪来哪冷 没有跟国家的朋友住减车了 他们大部分 都是因为年纪大 有资格 经济还是家庭因素不得于这来流浪 请大家报告成见 从这些温暖的情侣感到三天 林安一天为爱生人生 靠出五里一三四三八 靠出五里一三四三八 听众朋友 轻轨拥有优先路权 其他车辆行经轻轨路段若闯了红灯 可罚三千六百元以上 一万零八百元以下罚款 红灯右转可罚一千两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的罚款喔 请大家开车上路 记得礼让轻轨 我是陈其安 我是杜兴田 欢迎继续收听陪你平安回家的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高雄有很多特色 其实是我们 就是太匆忙了 因为男子歇息的河床上面 看到很多那种田 田根子草 整片白茫茫的花 很多人都说那叫芒草 其实那是田根子草 那因为它的根 听说甜甜的啦 所以叫田根子草 那你会发现 高雄其实很多东西 需要放慢脚步 你知道在那个西子湾 它有一个步道 在海岸线那边有一个叫做 那个叫做什么 秘境 秘境 对对对对对对 我那天故意去爬了一下 它现在有没有开放我不知道 不过我已经看到很多登山客 攀岩的 都在那边秘境穿梭 是可以过去的 只是比较齐趣一点 那些秘境 我觉得只是因为 可能我们在整个高雄城市 就是在建构的时候 它忽略了这种 人跟海洋的一个清水性 我到澳洲念书的时候 我到发现他们很多 在海边 他们会盖海边游泳池 就直接引海水进来 直接海水 就在旁边盖一个提防这样起来 就你在 大家把那边的上五角 可能打掉一部分 但是水直接进来 所以你是跟海水 直接在那边游泳 那我们的大部分都是那种 叫小孩子不要靠近海边很危险 我们海边的民族 应该是比较具有一点冒险性 所以我们高雄好像没有 我们高雄其实蛮 我的感觉我觉得相对 因为我在台南教书 我在台北待了二十几年 相对这些城市 那我在想说 要怎么换起这一个海洋城市的一种 重新的一个架构 我在想说 可能需要大家很多人共同去努力 去把去开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值得我们去 去真的去理解的一个地方 也真的是我们可以去 亲近更亲近的海洋 更接近 我觉得这样将来 我们成为一个海洋城市 特别我对海洋特别有感情的人 我就觉得前一阵子有一些 北一大的学生他们去拍纪录片 就是关于高雄跟海洋的关系的纪录片 他们很遗憾地告诉我 就是说因为左营军军港 把整个海洋线全部都包住了 那当然军事用地我们尊重它 但是非军事用地 我们能否多一点点想象 多一点点可以跟我们 跟海洋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 我最后我想要bonus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洪教授您前面有来提到 关于这个兰语的这个文学作家 夏曼兰博安老师 那夏曼兰博安老师在他的书籍里面 他有讲到一句话 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大鱼的翅膀 那其实这句话鼓舞了非常多的人 像我曾经遇过就是编舞加汪玉光 他因为这句话的鼓励 他去到印尼 他去申请了云门的计划 他就一个人到印尼去寻找 传说中的那个每一个人拥有大鱼的翅膀 属于他命定的那一个大鱼 因为夏曼兰博安老师也跟他说 每一个鱼人身上 他一定会有一只鱼 背上刻有他的名字 你永远不知道在哪 可是你遇到的时候你会知道 像以我来说 我自己是还没有遇到 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是 当我在墾丁 我进入海洋 我坐水沸潜水的时候 我享受的是无比的安静跟宁静 我甚至在那边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在一个独立角上面 我看到了一只很大只的鱼鱼 真的应该大概可以到 他跟我立起来 应该可以到我的腰吧 就真的太大了 我记得好清楚哦 那这个是我对于他这个 我大鱼的翅膀的一个印象 跟我的体验 对于洪教授您呢 您有没有这个 大鱼的翅膀的经验呢 我在想这个 这是一个理想 那 我我觉得 如果是以这个经验来提 你看夏曼兰博安他 提到很多 关于这种 追求生命的理想跟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在想说 在他书本里面提到太阳下海这件事情 其实我感触非常深 因为我们大概住在西岸这一边 我们都是太阳下海 就住台东才是太阳下山 那既然我们都太阳下海 我们为什么要讲太阳下山 其实这个是一个中原思维 就中原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他们所有的山都是下山 因为他往西边一定下山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夏曼兰博安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 还是在怎么样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那个 那个 跟我们去寻找那个鱼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 怎么去找到自己一个 适合自己的价值 自己文化渊源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读了他的书之后 其实我感触非常深 而且我感觉到也非常的有这种 开始看人也好 看事情也好 开始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那时候我读了他的书之后 然后我去看到李阿民 看到廖宏基 看到很多这些在台湾 为台湾这块土地在努力 然后在寻找台湾的可能的这些人 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不得了 这也是我一直也学着他们的步伐 在一步的一步前进 再走到我的艺术领域里面来 希望将来艺术呈现的是一个 我对台湾一个岛屿跟海洋之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还有正在听节目的你 可以永远的来找到我们自己 今天很谢谢洪教授 谢谢您来到玻璃星球 谢谢马士 谢谢